Hello 大家好 Blender 3.6 版来了 这次主要的更新在效能提升 UI UX 改善 以及在 Geometry Note 中可以使用物理模拟 3.6 版是长期维护的版本 也是在 4.0 版出来之前最后一次更新 如果没有旧版 Blender 维护问题的话就来更新吧 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次更新的什么东西 这次 Blender 的 Demo Reel 还是一样很屌 可以看到各路人马帮 Blender 做了活力展示 还没开始接触 Blender 的可以开始学了 用了一阵子的也可以参考看看有没有想要加强的部分 Blender 3.6 版的官方版介绍是由 CG Cookie 的 Jonathan Lample 来解说的 他有做很详尽的解说 重要是他的介绍有搭配实际 Blender 的操作画面 还蛮带感的 想试入了解各种细节的话可以看一下 Simulation Note 应该是 3.6 版最主要的功能更新 他的功能是让你可以在 Geometry Nodes 里面做物理模拟 官方也放了一个关于 Geometry Nodes Simulation 的介绍 跟好几个 Demo 档 他可以玩玩看 Sync Fast 这边说 Cycles 在读大型物件的时候速度更快了 代表说 Render 启动速度也会变快了 还有切换到 Render View 的速度也变快了 还有在 3.5 版新增的 Light Trade 功能现在也更快了 如果你是 AMD 或是 Intel 的 GPU 的话 在 3.6 版的速度也会变快 It's a keeper LTS 是 Long-Term Support 就是长期维护 虽然 Blender 是免费的软体 但还是会送你保固两年的意思 保固时间会到 2025 年 6 月 中间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回报给 Blender 帮忙解决 UV Packing 的效能有大幅改善 UV Packing 的目标主要是有效的使用贴图空间 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Blender 在 3.6 版以前就有功能可以自动做 UV Packing 但是没有提供参数做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是 3.5 版 右边是 3.6 版 两边用的都是预设值 可以很明显看出来右边的使用效率上更高 但根据你的需求也可以调整参数 打开 Blender 到 UV Editing 按 A 全选 UV 上面 UV 点下去 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Pack Islands Blender 这次也提供了一些人体模型可以免费使用 只要拉到下面这边就可以下载了 这些档案是属于 CC 零售权 所以你可以拿去做修改使用 这次有新增一个 Parent Space 让你可以让子物件在移动后用的是 Parent 的物件 看起来又像这样 我把猴子 Parent 到方块上 我先对方块做一点旋转 把移动选项选到 Parent 对 X 轴旋转 对 Y 轴旋转 可以发现它已经变成是用方块的坐标轴在做旋转了 这边也列了很多 Animation 相关的功能改善 例如新增快捷键 或是一些 Graph Editor 的新功能 这些改善对调整 Animation 的使用者体验都有大幅提升 如果有大量用到动画功能的使用者建议要来看一下 最后这边也有列出来其他修改的部分 其实每次改版都还蛮多新东西的 虽然前面已经有提过一些了 但这边还是列出了好几个校囊有改善的部分 UI 的部分改善的东西也都很多 虽然有时候单一去看觉得不是特别大的改动 可是每个改动累积起来 就让 Blender 成为一个更好的软体 USD 格式也有一些改善 USD 最近越来越常看到 像是 Houdini Universe 也都有在推这个格式 这个格式要解决的问题是各种软体相容性的问题 例如说在整个动画特效制作流程 可能会用到 Maya Poudini Blender 各种软体做处理 有时候在档案转换过程会出错 或是说今天这个Project是要跟不同工作室合做的 透过USD可以减少出错 专注在真正的工作上 看到 Blender 在这部分有不断改善 真的觉得蛮赞的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呢 再记得订阅加小铃铛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